已经到冬定时了 然后像那个微波炉 灶台那边定时器的时间都要调 然后刚刚房东跟我说 他这个微波炉他早上起来 好像没有调成功 等会我去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调一下 所以现在和国内的时差 是13个小时了 不是12个小时 现在的话是这边的早上7点半 但是已经是国内的晚上8点半了 哎我感觉每次算时差 也特别的麻烦 就是我觉得12个小时是最好计算的 但是13个小时的话 就得搞清楚到底是哪一边 多了一个小时 还是少了一个小时这样子 今天好像暂时还没有什么安排 包括要不要出门了什么的 所以今天的话 我可能就白天上午剪视频 然后继续看一下